澎湖疫苗施打会场 民众排排座依序上前完成接种 澎湖开放第六类人员 七十岁以上长者打疫苗 不过现场长者却稀稀落落 显示大家对AZ的不信任 但随着莫德纳到货 澎湖线直接宣布扩大施打 开放民众可以自选厂牌 现政府开出自选第一枪 就怕民众不敢打 目前澎湖配发到 由日本原资的 一万五千三百剂AZ疫苗 正在施打第六类 共计八千两百六十多人 不过配发至今超过一星期 却仅有两千多人施打 现在打算向中央提报 扩大施打对象 第七类和第八类人员 开放自选厂牌 让民众选择安心疫苗 但是否更加重还打潮 疫苗都有使用期限 动物质疊还是得提高施打率 形成群体免疫力最为重要 记者研议 杨中盛赵沛与澎湖采访八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欢迎订阅 暂订阅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感谢观看